今天聊的是川普川皇跟席帝 两个皇帝的战争 那这里头呢 席帝有个能干的左右手 叫做王岐山 经常看郭文贵的网路爆料的人 一定对王岐山并不陌生 而且更妙的是 郭文贵爆料一阵子 王岐山跟范冰冰之后 范冰冰果然出事 所以更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对 刚刚张老师说 王岐山没有儿子这件事情 在政治上是加分 但我跟你讲 不管是政治上的强人 还是商场上的强人 有没有儿子 有多少孩子 都是死了之后才知道 早会慢慢浮出台面 而且现在户口名簿没有 并不等于业外障上 对 我们光台湾王永庆 还有几位大佬 我们都有看过类似的案例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说 像王岐山这个 郭文贵跨海帮他爆料 就是说王岐山 在大家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 在政坛上扮演的 各种救火队角色 事实上他私底下有一些癖好 喜欢拍一些爱情动作片 然后其中有好几位明星 其中有一位女星 就是范冰冰 范爷 他还说 他还看过了这个动作片 然后就说 范爷在哪个角度 有一个些什么疤痕 但他最主要去强调一件事 就是说范冰冰跟王岐山之间 甚至还有一个私生子 是在2000年的时候 范冰冰生下来的 那现在就有人在怀疑说 范冰冰有一个弟弟 小他很多岁 是不是 那种是不是东西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证明 可是很有意思是 当郭文贵讲出这件事情 而且说我该隔几天 要在网路上揭发DNA的资料 一直没有出来 然后后来就是范冰冰就非常生气 透过他经纪公司说 我就站在阳光处等着你 等着你从黑暗处出来跟我对质 没有想到一年之后 范冰冰自己也到了黑暗处 他就开始被查税 然后几十亿元 后来郭文贵又跑出来了 就说你看吧 我就说过 然后他就开始 郭文贵进一步剖析 说为什么范冰冰会这么有钱 他说他拍戏那些 全部都是骗人的 他真正有钱 原因是因为 只要任何人想要跟银行贷款 其实范冰冰都是 王岐山私下的一个媒介 所有的贷款 他从抽两成到抽35% 所以他就说他跟好几个银行 所以贷100亿搞不好 他就中间过路费20亿或者30亿 对 他甚至还有几 那我几乎可以怀疑 范冰冰搞不好只是人头 是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他就说像是中国银行 一个贷12亿人民币 开发银行带一个30亿人民币 这全部都是范冰冰有经手 然后拿了两成的一个佣金 那这种其实他讲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 不过很有意思就是 范冰冰当时始终就说 我要告你郭文贵 可到现在好像后来就没有告 然后再加上范冰冰 后来又发生逃税 然后被举发被追查这件事情 然后现在就感觉上 大家就发现说郭文贵 大家好像认为说他在爆料 然后讲的都是假的 可是你后来再 如果回溯过去这两年的一个发展 你会发现说他讲到 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真实性 那他其实还有去讲 就是范冰冰之外 他还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王岐山他老婆姚明山 他在1989年64的时候 他大举在加州的湾区 买了半条街的房子 所以他等于是一方面 暴露他的王岐山私德不好 一方面又把他们的贪腐的罪名 就是公开来